如今退荒山山 百年如一 却夜夜难生 艺术史是天下人 爱人所爱 好人所好 敬人所敬 文艺复兴是西方艺术全面自觉的开始 也是西方艺术史得到完整实现的发端 文艺复兴发源意大利 在距离基督教中心之一 罗马最近的地方发生 在艺术上复兴希腊 并与希伯来调和 当然文艺复兴发端的现代精神 主张现实的实践意志和光荣 于是艺术变成了宗教世俗 两界的君主们的成就工业的变现 也就是说将不可言说的内容形式 把不可言说的内容把它形式化 所谓变现 就是把人性呈现为世界和生活 再把世界和生活形式化为作品 文艺复兴的艺术打破了神的唯我独尊 使现代化在中世纪的天主教的腹地 灿烂出世 成为深刻的影响着当今社会的精神基础 我们在这个课程中间 从文艺复兴一直到十九世纪 将用五讲来对西方艺术 以及以西方艺术为对象形成的艺术史进行反省 然后再有一讲来归结他自身的一种终结 如此文艺复兴部分在尖森艺术史里面所占的分量最大 直到现在如果说希腊和希伯来 即基督教的艺术分别代表着西方艺术史两个不同的渊源 而文艺复兴的研究则是把西方艺术史上这两个渊源 变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史的基础 文艺复兴标榜以恢复崇尚希腊罗马为宗旨 但是奠定整个文艺复兴基础的 倒不如说离希腊挺远 离中世纪更近 此二者的共同基础奠定了现代人类社会的文艺复兴 而艺术史只有在现代社会才可能出现 因为它作为一本 作为一门现代的人文科学 独立的成为一个学科 正在反省和揭示着 这一个很复杂和丰富的过程 在西方提到艺术史 都会把文艺复兴时代的一本著作 作为开山之作 这就是生活在佛罗伦沙的画家 建筑家 作家 瓦莎里的大艺术家传 书中所论的大艺术家 是他的同乡 同代人中的长辈 以及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 发生的艺术的全面总结 理解和无尽的向往 虽然到目前为止 中国还没有形成对文艺复兴艺术的整体研究 甚至在中国大陆连研究文艺复兴的专业机构和专家都还告知缺辱 以文艺复兴为基础的艺术史 应该说在中国还处于介绍翻译引路的阶段 只有一些宁心的翻译著作 让我们得以窥知文艺复兴艺术史的深奥 然而这种粗浅和深奥并不妨碍全体中国人民 从心目中间仰慕这个群星灿烂的时代 这个在广袤漫长的人类历史中 唯一以艺术家为代表和气质的时代 这个在这片灿烂的群星中 达芬奇是妇孺皆知的名字 在每个人的心目中 达芬奇意味着人的全面完美和伟大 在这片灿烂的群星灿烂的群星